中广早报新闻 提醒您现在时间7点32分 欢迎收听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戏燕荣 今天是中华民国109年8月27号星期四 农历是庚子年7月初九 好赶快来听一下今天各个报纸在头版的新闻焦点 今天各大早报在头版头条的选择上 大家放在不同的事件上 所以我们直接来听听看在头版的版面安排好了 今天中时头版头条是早上的重头戏 彰化万人血清检测今天要公布早上的10点钟 那中时除了预告这一个消息之外 还说昨天陈时中为他先前的盖牌说公开道歉 他先前说在国内引起这么多讨论争端之后 台大公卫跟彰化又不公布这个万人检测报告 那是盖牌他觉得影响到防疫工作 让相关人员筋疲力竭有负面的影响 那昨天同样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金专家小组的重要成员 台大医师李秉颖医师 他接受广播媒体访问时说 他觉得这个盖牌说如果你没有真正很确切的证据的话 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 他觉得就只是需要经过同侪的一个审查之后 只是在整个程序上没有完备 不应该用盖牌说这样一个大帽子扣上去 好那昨天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上 陈时中也被媒体问到了 你自己专家小组成员都这样讲 所以后来陈时中说 如果说外界有所指责 认为他一个说法 这样一个说法太政治的话 那他愿意道歉 所以今天中国时报把整个过程稍微描述了一下 把这个拉作头版头条的大标题 说他为盖牌说道歉 好当然今年早上张华万人血精检测的结果是重头大戏 不过今天早报都有自己的消息来源 但是数字有一点不太一样 忠实说根据他们所访问到的 有知道这份报告内容的专家透露 推论说血精抗体阳性率大概只有千分之一 社区很安全 但是苹果日报今天说的是万分之个位数 说这个阳性率真的来推算的话相当相当低 大概只有万分之个位数 不过两报共同的结论是既然这么低的话 代表台湾的社区没有大量隐藏的确诊个案防疫策略是有效的 所以现在台湾的社区真的很安全 不管数字是什么都是不高的数字 所以证明为什么我们感觉到好像现在台湾好像隔绝在世界的疫情之外 确实目前的社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那周十今天还说大部分专家都肯定这些数据的公布 有助拟定防疫对策 访问的是中华民国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仁贤 他说其实整个看下来只有四个确诊者是被现行的检疫政策给漏掉的 其中还有三个是确诊个案的接触者 按照目前扩大筛检策略 他们是接触者最后还是会被筛出来的 只有一个居家检疫者因为没有症状没有被筛掉 所以其实是肯定现在防疫政策 代表现在的防疫策略是对的 台大医院儿童医院的院长黄利明则说 任何研究只要没有做错 得到的数据都有它的意义 对台湾拟定防疫策略都会有帮助 而且不管多少 任何一个阳性个案都有高度参考价值 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无症状感染者是怎么得到的 他是怎么被传染的 感染途径是什么 这个现象是不是有地域性 这些都可以去分析 所以并不是说阳性率很低 代表这个没有意义不是这样解读的 这是今年中国时报的报道 而苹果日报今天则是 把整个昭华万人验血清抗体的事件 从时序开始排下来 带大家做了一个回顾 而除了这个盖牌被指用词太重 陈时中道歉之外 卫福部其实还有新的一个 这个要求台大要给交代的这个话题 因为针对这一次的万人血清抗体检测 流程同意书 有人指议说没有通过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一个审核 所以卫福部的医事司司长石崇良说 已经发函给台大公卫学院要求三天之内 必须要回复研究计划书 而这个三天的daylight是今天下班前必须要回复 科技部说会再确认这个计划到底有没有送审 有没有通过如果没有的话恐怕还是有人要负责的 好这个是今天的苹果日报做的一个小方块报道 那一方面中学的三版说 既然抗体报告证明台湾很安全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精准防疫咯 学者呼吁边境快筛降低经济影响 不要再用原始战略来打击这个不断不断在变化的摩登病毒 那在下半版面呢中时有几个切入点说 单纯异调公布公布变变变 顺时钟逆时钟结局大不相同 那中时记者黄如平说 你看先前台大公卫学院的院长正手下才说 彰化的写清报告一定要经过同产审查才会对外公布 而且不能够代表台大公卫学院 只能够用个人的名义发表 哎两天之后今天不但要公布而且呢是大阵仗 中央地方通通列席包括研究单位也列席 所以今天忠实的分析说 如果没有政治力怎么搞得定呢 很明显哦就是这个上头交办 所以今天大家会知道结果 那地方也是吵翻天了 地方彰化蓝绿议员彼此都有炮轰 那绿营炮轰的是王惠美说 你现在要出来说 你当初说这个报告你全权负责的啊 那你到底负责到哪里呢 那蓝银则骂绿营说 你们全部都把这个防疫榜上选举哦 用选举来做考量 把市民把县民的安危跟健康 置若罔闻 好这是蓝绿在地方的一个口水战 记者为一家特搞台大公卫公卿辩识主 希望这份研究报告呢 公布之后一切回归平淡 这是今天中时级不同的角度在三板 好地方这个今天白天 我们来看一看最后检测结果到底是怎么 以及专家怎么样来解读这一份血清抗体 在此同时国内的防疫政策 昨天又有一个菲律宾籍的 这个女性出台湾国门之后 回菲律宾被检出是阳性的这个个案 也匡列了20多人 但是不管如何 现在国内的防疫政策还是持续在进行的 而且因应接下来边境不断不断开放 那当然防疫政策我们必须要做好 自己的自主卫生管理 那昨天指挥中心有公布说 从即日起八大场所必须要戴口罩 如果你没戴的话 当然中央没有直接的罚则 执行的部分是交给地方政府 所以地方政府可以依法开罚到 这八大场所包括参加大型活动演唱会 那就必须要戴口罩 还有展演竞赛场所也要戴口罩 夜聊照护机构教育学习场所补习班等等 卖场市集宗教场所大众运输 以及娱乐场所 记得把口罩戴上 还有台南市长黄伟哲在颁奖的时候 没有戴口罩 昨天被台 前天被台南市政府开砸3000块 昨天指挥中心也宣布说 马上下星期中小学就要开学了 所以在校园的防疫部分呢 前两周进校园还需要量体温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趋缓 在国内的部分社区也很安全 所以教室里头不会强制小朋友戴口罩 在其他的这个规定部分呢 我们再来帮大家找一下 居家检疫者如果去看医生 之前可以说只要不要搭大众运输工具 自己去就好了 不过在这一次彰化万人血清抗体检测一些居家检疫者 无症状者被发现说他外出就医到底合不合规定 中央现在很明确的告诉你 你不能够自己去 要搭防疫计程车去 如果你居家检疫者绝对不舒服的话 记得要搭防疫计程车 还有观光局 评估疫情 认为国外的疫情还是很严峻 所以昨天宣布暂停 持续暂停旅行业组团到国外旅游 接待外国的观光团体入境 当然对旅行社来讲 简直是这个雪上加霜 看起来好像遥遥无奇 没有办法解除禁令 换句话说 如果大家想要出国去玩的话 现在也看不到到底什么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今天在早报大概整理了一下 昨天在疫情发展的 几个重要的一些最新的焦点 那自由时报今天头版 下半版面则是疫苗的部分 说中国的武肺疫苗 批港皮到台湾来洗产地吗 今天自由时报在下半版面说 国光生计特别强调 他只会生产自己研发的疫苗 不会让香港疫苗大陆疫苗 批着台湾的这个名号在外面 今天在自由时报引述 这个报道是说 上个月香港理工大学 跟澳门科大发表 一个新冠病毒的疫苗 被叫做香港疫苗 不过这个疫苗研究第一作者 是大陆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生物治理学家的 实验室成员 所以香港人说 这根本是批着港皮的中国疫苗 而参加这个研究的 理大教授刘耀华 曾经表示 他会跟台湾合作中小型的生产 被质疑说 那你这个香港疫苗 到台湾来洗产地吗 不过昨天国光已经证实了 我们确实有签MOU合作备忘录 但是这个疫苗呢 是在刘耀南担任CEO的 纽约产生产的 并不是国光帮忙生产 所以不会有洗产地的问题 这是自由时报 今年头版下半版面 跟防疫相关的这个新闻 好 再来在自由今天内夜财经版 还有说 抗武费单株抗体 何大一团队授权给中育 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业者 中研院院士 也是国内中育新药的顾问 何大一 他领导员艾滋病研发团队 经过几个月努力 从重症病患当中 分离出九个高疗效的 抗COVID-19病毒的抗体 现在已经争取到其中一个 要完成这一项的独家授权 给中育要来生产 好 这个是今天在自由时报的报道 再来听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政治话题 刘建兴担任考试院的秘书长 他是总统府的核心幕僚 那蓝军痛批非常的突兀 说这根本是仇庸 这个刘建兴呢 他过去在担任 蔡总统核心幕僚的时候 他现在是特任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那一路现在转到考试院的秘书长 他其实过去大部分从事的都是党务工作啦 或者是说跟这个民进党跟总统府 比较有关系的这些工作 所以今天在联合报引述蓝营的质疑 是说其实他过去的一些职务 跟对照他这一次到考试院去 显得非常的突兀 摆明是仇庸 因为过去他帮民进党做人事策略操盘 甚至被质疑是 总统府电邮门被害的当事人 转到考试院 只需要找一个冷牙门的位置 稍微避风头 接下来又会回到中心去 不过这样子把考试院当成是什么呢 所以今天的蓝营 对于这样一个人事案 质疑是仇庸 不过考试院的准院长黄荣村说 是他邀请刘建兴加入 获得蔡总统同意的 而刘建兴自己则说 他的气力已经放进领悟道该交棒了 27年来 他在现在的职务做的很久 在总统府 在蔡英文身边做幕僚 做太久了 所以他觉得自己该离开了 不过今天联合报在那页三版说 蔡英文的核心幕僚 外放核心圈还是相当紧密 他曾经卷入总统府被害事件 蔡英文对他倚重也很深 跟赖清德跟苏贞昌都有渊源 所以呢他就算放到考试院 也不会待太久 早晚还是会拉回来的 不过蔡英说 既然他到考试院去 考试院过去都是 秘书长到立法院去报告被询的 他也闪不掉 大家后会有期吧 好这个是最新的人事安排 而记者赖于真的特稿说 派系卡政策吗 行政院双杠交通部引发联想 好这样一个特稿 最主要是因为林佳龙 他说安心旅游补助 现在钱快用完了 希望争取加码 但是呢 行政院长苏贞昌说 我们钱要用在刀口上 这些钱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啦 我们过去做这么成功的 三倍券政策 国履政策 既然这些产业已经有 复苏的迹象 已经回升了 那所以剩下的钱呢 是不是应该轻重缓急 用在更需要的地方 有人说这样讲 就等于是打了回票 不准你再加码 所以今天在联合报的解读说 因为苏贞昌跟林佳龙是不同派系 一路以来 苏贞昌对交通部政策 其实没什么好脸色 认为这是因为派系的关系 这是联合报 今天三版的报道 再来听到的是联合报 今天头版下半版面 南部豪雨狂乍 今天雨势更强 要特别注意 气象局 今年早上在我们七点新闻 连线当中也提醒了 中部先下再来是南部 而且今天针对中南部的八线市 持续发豪雨或大雨特报 高雄的六规甲线 茂林桃园纳玛下午区 今天停班课 而且昨天 岗山地区的雨量 累积雨量超过300毫米 好多地方都变灾情惨重平地地区 所以今天还是面临好大雨威胁 要特别注意 而且后面可能热带扰动 有机会发展成为台风 虽然变数很大 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 今天的降雨不一样 会比昨天更强更大 早报 今天在内页头版 都有一些提醒报道 继续忠实 头版二题 因应风险 美台打造新的供应链 说台商可以成为 国际投资的主要推手 这是美国利促 跟台湾 大家共同来合作 其实最主要是 要打造新的供应链 同时呢 要防止大陆 对于美国跟台湾的企业影响过大 好 今年中时头版 二题重点是 美国IT办事处长 丽英杰说 美国不希望全球供应链 被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成为政治目的而绑架 所以要采取全政府的做法 重组供应链 希望跟台湾 日本欧盟 等国家携手合作 那昨天也发表了一个台美5G的 共同宣言 再度引用美国国务卿 庞佩奥提出来的干净网路计划 点名会继续限制 对华为等中国大陆的公司 对美国出手 而且特别强调 台湾是可信赖的一个伙伴 好 今天早上最新的外电 有一则外电说 大陆方面好像态度有稍微放软 说同意美国来监管 或者是来稍微了解一下 这些企业的一些组成 不过希望美国跟中国大陆 能够恢复对话 这是今天早上最新的一个进度 再来听到旺报 今天的头版头条 台湾配合美国坎路资 小心会影响到ECFA 这是旺报今天的重点 说如果说中国美国一同梦游的话 那当然战争的影响 冲突的可能性就增加 而如果台湾方面想要在当中 参一角的话 可能要稍微评估一下 它可能的影响力 昨天海基会的前副董事长 揭秘书长高孔莲 他说政府修法 封杀爱奇艺跟淘宝台湾 这种打击本来合规的企业 宿急既往会影响到两岸关系 甚至会影响到ECFA 好除了ECFA议题呢 当然最近军事行动 也有相当相当多的一些变化 那当然今天早报整理的 包括了前阵子 这个前几天了 美中台侦搜机非常罕见 其出现在我们的空域当中 情势轨绝 共军昨天又对南海射飞弹 而美国又出动了侦察机 所以美中台一些侦察机的相对位置 还有最近的军事行动 学者分析 当然引用包括大陆香港学者 都说这是老共 昨天是对南海式飞弹 最主要是要测试底线 那当然美国侦搜机飞过来 也是测试底线 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展现的实力 不过最重要的是不能够擦枪走火 今天忠实的二版说 大陆专家警告 不要让美军埋葬一箱 当然这种恐吓的意味相当重 警告说如果说双方擦枪走火的话 后果美军你自己承担 美军想不想克死一箱 让你们自己做决定 那当然讨量到忠实的立场 他有引述一个前白宫官员的话 说美中恶化 美中情势如果恶化的话 对台湾是很不利的 外传昨天大陆向南海 射东风21型26型飞弹 好这个是几个重点 今天早报整理报道 好今天苹果日报内夜 还有在南海造岛 美国企业呢 美国昨天制裁20个陆器 最主要这些陆器是配合大陆政策 在南海岛交帮忙造岛 这个东西遭到美国的一些制裁了 今年自由时报头版头条是 为市价24亿元的土地利益 综合旺族报内斗买凶 这是综合一个旺族 为了一笔市价20多 4亿多元的土地纠纷 竟然呢 这是家族里头纠纷 彼此竟然买凶 去埋伏对方 要对对方不利 这样一个争产的纠纷 今年自由时报 是放在头版的上半版面 7点51分我们要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还有财经焦点 以及部分的政治新闻 等大家不要走开哦 今天时间有点点累 我连自由时报头版都还没讲完 刚才还没读到 黄杰昨天晚上宣布 退出时代力量 黄杰退出时代力量是新闻吗 他不退才是新闻吧 当然呢少数人会对时代量 不离不弃 但是我相信一定不是黄杰 那昨天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有一个台湾女子 她嫁给大陆人 但是因为现在 我们不让大陆人进来 所以她怀孕九个多月 还不能够跟丈夫团聚 那当然对宝宝 也是不是很好 会影响到心情 我走我的脸书 有一个医生 刚好是她的残戒医师 说她天天眼泪洗面 而且妙的是这个医生说 她自己是台独分子 都已经不忍心 所以你看这就是政治议题 那连台独分子都不忍心 但是陈时中昨天的说法却是说 这个孕妇可以过去中国大陆 她是卫福部长 我觉得其实完全没有温度的一个说法 你不知道妈妈的心情 不还会影响到胎儿吗 你不知道孕妇已经 最后一个月了 是不能够坐飞机吗 我觉得陈时中 其实这是很不OK的一个说法 7点52分 欢迎回到中网早报新闻 我是谢彦荣 好 继续我们来听今天自由时报 头版下半版念的新闻焦点 买黄金护照 500个中国富豪要溜了吗 说现在中国大陆政经情势不稳定 所以很多政商民流 花大钱买外国护照 那这个塞浦路斯护照 要多少钱呢 要台币7481万 你只要投资这个钱 你就可以拿到 那今天在早报呢 自由时报说 包括了亚洲女首富大陆的 房地产巨拨 碧桂原董事长杨慧言 也买了这本护照 所以说现在大陆情势不好 很多有钱人要绕跑了 这是这一则自由时报新闻的重点 好 自由青年头版的这个 报导的这个图文呢 则是昨天金钟奖公布的一个名单 昨天金钟公布 包括了双事后对决 事后入围包括林文怡 天心柯家燕杨景华 还有莫允文 而市地呢 金钟影后 影帝呢 则是蔡昌线 以及庄凯勋 许光翰 张孝全 还有姚纯耀 那今天影剧版面 对于这一部分也报道很多 那影剧版切入的重点 还包括了 这个OTT平台 这一次串流平台 来势汹汹 所以未来或许是台湾戏剧 另外一线生机 而被害人入围八项是最大赢家 俗女养成绩 想见你呢 讨论话题都发烧 以及这一次入围也相当表现不错 好 这是几个主要的切入点 再来听到工商时报 头版头条 华为新禁令重创全球半导体产业 Semi 这个Semi呢 是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获得了这个美国半导体协会 跟国际半导体协会高度关注 认为管制会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Semi要求美国官方 如果你要执行华为新禁令的话 要再宽限120天 这是工商时报的报道 经济日报则说 华为现在惨兮兮 所以半夜催货极抠台链 希望赶在9月14号之前囤货 现在华为陷入了混乱的求生模式 所以在凌晨开视讯会议联络厂商 大力光跟联友 都是他们集抠 希望能够帮帮忙的台链目标 当然华为被这个美国政府给锁定 对于整个企业影响势必是相当大的 那后面牵动的就是一些台厂 我们的供应链 经济日报头版下半版面 有外资挺台鸡巨额的溢价扫货 看好扩产题材 昨天罪锅敲到449块钱了 那市场喊出的天价 甚至逼近六字头 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也有这一则新闻 美国在出众手制裁24家路器 就是帮忙在南海造岛的这些路器 工商时报今天的编栏重点 黄天牧师利多松绑受险业的投资 康有怒告秦业两个会计师 以及何大一的新冠新药授权给忠誉 解放军向南海试设两枚飞弹 这是今天的编栏重点 内言新闻来听到的是 黄杰退党批评时代力量没有民主 他质疑自己的妹妹被投票 所以昨天发了签字文痛批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说他们会全力沟通挽留 当然在时代力量针对黄杰妹妹黄荣 为什么所谓的被投票也做出了解释 一个是说黄荣他在刷卡交党费部分 跟其他11个人用的是同一张信用卡 超过了过去他们认知的经验准则 另外一个说他自己贴被投票连结 是已经投票人的连结 当然就是已经完成投票了 这个是双方的说法 不过针对黄国昌跟自己好朋友 或是党员私下录音带外流部分 时代力量已经报案了 要求检方或警方介入处理 蓝银传传出要卡朱立伦 接下来要规定党主席不能够选总统 外传下个月全代会会正式提案 要立拱侯卢配 就是侯友宜配上卢秀燕 好这是内夜的新闻 党产条例明天要视线国民党决定权力应战 不会任人宰割立委随时升援党中央 还有普悠马要取消倾斜过弯降速 角度超标本来原厂不认账 但是呢你一旦取消倾斜的话 你从台北到花莲最多会慢十分钟 很多人说你当初就是要快一点 所以用倾斜的方式 那你现在不是走回头路吗 所以今天早报对此呢 也有一些相关的新闻 7点57分我们时间到了 明天见拜拜 好我们继续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继续再来听到的是 今天北市新闻 趁过疫情不敌直返 永康圈的两家民店歇业 包括高际 包括了这个银翼 这两家餐厅 不过很多员工是对台北市政府 大饱不平说影响到我们的生计 那下一家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会不会掀起 这些老店的一些倒闭潮歇业潮呢 今天在早报有说今天台北市政府会公布其他可能的违规名单 下周开学中小学防疫规定标准放宽 可以不戴口罩 但是记得要保持社交距离 还有昨天破获了5亿元的私烟案 来自中国大陆跟韩国大概552万包 而这个私烟案是史上的最大宗 里面有说因为有船员跟神父告诫 那在告诫的时候不小心说出来 所以警方顺利侦破这个案子 明天见啰 拜拜 千秋万事 庆赴下午谈中 我是戏子王小姐 浅秋 8月31日起 每周一到五 上午8点到9点 在中广 打약床